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些价值几十万美元的黄金颗粒 竟然是淘金人一天的收入 这里是加拿大西北部的玉空地区 由于矿产资源丰富 也被称为淘金者的天堂 每年在这里走出的千万富豪不计其数 而现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季节性窗口期 大批的淘金者将涌入这里寻找黄金 老白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是一名退休的油田职工 为了多赚一点外款 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 全部用于购买大型的淘金设备上 只为赶上这次的窗口期 为了寻找黄金 老白可真是赌上了全部身价 他带着两个搭档 找到了一处可能含有黄金的地方 经过一上午的准备 终于开始了洗矿模式 老白用挖掘机将泥土放在洗矿机里面 高压水枪会把金砂从矿石和泥土里冲刷下来 最后经过筛选过滤 就可以得到原始的黄金颗粒了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由于高强度的工作 挖掘机很快就出现了故障 但好在老白的搭档归田 是蓝翔技校毕业的高级技工 非常擅长机械的保养与维修 三下五除二就排除了故障 老白操控着机械手臂 再次火力全开 他必须要在三个月内赚回200万美元 才能够收回成本 可越是着急 大自然就越不会乖乖地交出黄金 关键时刻 采矿机却突然停水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必须停止工作 全力排查故障 就在老白还在为停工发愁时 归田骑上小摩托 就直奔抽水车去了 果然 什么故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经过检查后发现 抽水车的离合器坏了 但问题在于 离合器的部分零件 被焊接在了轴承上面 想要将它们更换下来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没办法 老白只能先把今天收集到的 金迷带到镇上去讨喜 这可是一个既费时 又费力的工作 讨喜人需要先将金砂 和其他矿物质分离出来 随后经过多重过滤 最终提取出纯正的金砂 老白带着一天的成果 这些金砂重约135盎司 换算成克重 大约是3827克 按照当日的金价来算 老白总共赚了18万美元 这还仅仅是一天的收入 如果洗矿机没坏的话 当天收入可能会达到20万以上 不过这对老白来说 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